耗资六千万的历史剧《武则天秘史》日前推出了九款天花 其中的激情戏部分尤其吸引人眼球 身为唐太宗的才人五妹娘 竟然在老公的病叉前就迫不及待地跟他的儿子李志 上演起香艳的剧情来 行为甚是大胆出位 片中分别由樱桃 刘小庆 孙婷高娃 三人扮演不同时期的武则天 于少群 赵文轩分别饰演青中年的李志 天花中还曝光了武则天的沐浴画面 樱桃演绎的花带玉 下线了古装剧《美女洗澡》的经典场面 而他与于少群一起从花雨下携手离开的画面 则带着一股红针的气氛